昨天是2023年4月14日 是宝可摩动画新一季宝可摩地平线正式开播的日子 每当动画新旧两代交替时 总得引起很多观众的热烈讨论 哪怕没有了那个熟悉的老朋友 屏幕前仍有很多人对他充满兴趣 此次的地平线采用和上一季旅途相反的操作 使用原创的动画主角和旅行团 先前预告的若干人物中 没有任何的动画 有任何一位来自游戏诸子 说明剧情也极有可能和游戏完全不搭尬 这无形间给新动画蒙上了一层很大的迷雾 我之前一直没有对宣传PV进行分析或预测 是由于剧情比较难揣测 想留到正式开播时结合实际故事再一并讲解 那么今天播出之日终于来临 我就来带领大家走进新一季宝可摩动画的故事 首先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前两集的剧情 本质上讲非常简单 用某句话经的概括叫一个挂坠引发的血案 我们的女主角立可来自帕迪亚地区 千里条桥来到关都上学 从老师处得到了第一只宝可摩新夜喵 原本校园生活无忧无虑 结果某天因为她身上鞋带着的神秘挂坠 而遭到神秘组织盯上 一队企图抢走这个挂坠 另一队负责保护立可不受侵害 双方先从学校开始战斗后又打到天上的飞船 最终以主角换到胜利而告终击推了敌人 但是新夜喵却意外落入敌方手里被迫和立可分开 第二集的故事就在她的大火大叫声中夹然而止 那很简单 下一集的内容想必是一行人如何制定战略救出新夜喵了 当然如果本期视频只是单纯讲剧情就太无趣了 我不能更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从这两集中制作做反馈给我们 或暗藏在剧情内的各种信息 并给出未来剧情走向的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女主角莉可 从设定上出发她是从帕迪亚地区来到关都的 老实说这点就令我有点费解 帕迪亚本地有著名的橘子学院葡萄学院 如果是我写剧本的话 肯定会安排主角从关都去帕迪亚 会比较贴近游戏原作剧本 不过动画制作组大概有他们的特别想法 想要让更多原创角色登场刻意舍弃掉游戏内容 或者有可能动画事业关系的帕迪亚 连学校都没有对不对 而这带来的一处区别就是 对利可而言 关都地区有很多从未见过的宝可梦 他更熟悉诸如布波 呆虎尔等帕迪亚本地土著 和我们普遍印象相反 目前剧情尚未涉及到帕迪亚地区 假如后续要去的话 或许他也会比其他人更熟悉那边 另一方面是利可的人设利会公布以来 评价他的词语就离不开可爱 萌萌哒等人气特别高涨 嗯能理解毕竟旅途一整季美女主 可把大家给憋坏了 而在动画正式播出后 利可本人的形象也得到了逐渐揭露 我发现他是一个心理活动极其丰富的人 至少就第一集看下来他有大量内心独白 同时他看上去稍微带点色口 讲话台词较少 在遇到某些事情上容易不知所措犹豫不决 但当事情牵涉到宝可梦时 他也能大胆做出决定 比如为了和星夜喵搞好关系 花大量时间观察研究他的习性 比如第二集中为了保证飞船上的宝可梦不受伤害 决定牺牲自己自投罗网 又比如第二集末尾得到星夜喵的鼓励后 指挥他用一发堪比飞夜风暴的树叶击退敌人等等 都能体现他是一个对宝可梦怀有极大兴趣的女孩 是一个热爱宝可梦的女孩 其实他这方面的描绘和小致是有点像的 只是立可没有小致开朗外向 第二个是立可就读的宝可梦学校 这是整个地平线立可篇故事的起点 我本来以为制作组是想借助校园内容引出后面的探险 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学校在本季中起得的作用好像并不是很大 在了解PVA的学校相关设定和第一集前半段入学阶段情节时 我自己一度认为地平线是想复课猪子的校园生活 之后带领学生们进行猪子的课外寻宝活动 从而引出前往其他地方的探险 而目前片头举动画和预告给予我们的信息是 立可的冒险似乎完全基于保护他的一对同伴 某位持有小球塔的室友甚至连OP都没进 换句话说地平线剧情的本质大概率是翘课 二怎么爽怎么翘和旅途的小豪小春差不多 难不成学校仅开场第一集作为影子 后面就一点也不提了吗 我们暂时无法确定立可会不会回学校继续上课 至少先段基本能断定的是学校并不重要 第三个是立可的第一只宝可梦星夜喵的小故事 哎很巧学校明明为大家准备了那么多来自各地的不同预算家们 结果立可偏偏偏抽到了老家帕迪亚的星夜喵 这就非常离谱 等等你说的是抽而不是自己选 没错因为班级内人数众多 老是为学生准备御三家时 要求他们一个个按次序上来拿 拿到哪个是哪个 哎这完全不符合传统御三家的选择方式嘛 而作为分配给女主角立可的宝可梦 这只星夜喵总归不是啥省油的灯 人家都和新见面的同学和和睦睦相处时 星夜喵直接一起猫爪狠狠挠了立可一下 独自跑了出去 刚开始似乎不太喜欢它 平时星夜喵喜欢在房顶上晒太阳 之后就能从身上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 无论人类或宝可梦闻过了都说好 后来随着和立可相处时间的增加 包括立可自己主动了解星夜喵的习性 体会她的心情 二人才逐渐建立起信任的羁绊 直到第二集中 愿意为了立可挺伤而出主动向敌人发起攻击 这属于宝可梦动画非常标准的先收服再听话格式 至于战斗方面 星夜喵一开始的表现很让人尴尬 尤其是教学比赛时被小球塔一发水枪射了出去 草系输给水系太丢人了 于是立刻便开始花时间和星夜喵进行练习 逐渐领悟到树叶的出招技巧 虽然招式效果不是特别好 对天甲暴龙完全是挠痒痒 不过紧接着 星夜喵用树叶瞄准天甲暴龙的眼睛发起攻击 一顿操作竟然把它给弄睡着了 啊?这就是床中的催眠粉?SGOI!小智后继有人了 而他最厉害的莫过于第二季结尾 面对三个敌人打出一发超强烈的草重性攻击 好家伙这不是树叶而是飞叶风暴吧? 你拿飞叶风暴冒充树叶是吧? 这情节似乎是向我们说明星夜喵是个可树之材 天赋异禀 说不定未来能成为堪比皮亚丘的传说级宝可梦 有人很关心问星夜喵会不会进化 啊这倒是另一回事 反正现在主人公不是小智了 没有所谓根据传统故意留着不进化的说法 地雷喵魔幻剿面喵人气也挺高的 所以我觉得进化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帕迪亚预算家的卖门工作 就交给飞船里的润水鸭吧 第四个是两个神秘组织的身份 这将会是决定地平线未来剧情走向的重要部分 两队分别是帮助立可脱离险境的飞升福特攻击队 和企图抢走挂具的探索队 飞升福特攻击队是一个以飞船为据点的队伍 队长是弗里德博士 他的搭档为皮亚丘 队员分别是飞船上负责烧梅的奥里奥 搭档是巨金怪 负责干杂务的马德克 搭档是眼狗公 专业奶妈茉莉搭档是吉利蛋 以及负责钓鱼的老头蓝道 似乎手里没有宝可梦 他们加上立刻和后面会登场的男主罗伊 总共五个大人两个小孩 组成了一支人数众多分工明确的探险队 哇 想像以前宝可梦的动画 全是几个小屁孩一起徒步旅行 像地平线这种强大阵势 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不过此处稍微岔开吐槽一句 当博士顺利将利克带到飞船上后 他居然还能被敌舰轻松抓走 这情节使我不禁对他们的专业性产生了一丝丝怀疑 姑且认为是他们没有进行过保护任务 二经验比较欠缺 以后陪利克时间长了估计会好很多 另一队是探索队 目前仅登场了三位队员 全是一身概念的西装打扮 很像国际警察莉拉 负责指挥的是艾美吉欧 搭档为苍颜任鬼 两位手下分别是吉尔铁甲暴龙和科尼亚哥达亚 傅里德博士似乎知道探索队的事情 说明他们是个很有规模的组织 并且人数大概率不止三个 探索队的目的是以利克手里的挂罪为目标 有人说他们的地位等同于以前的火箭队 只是拿走了搞笑风格 所以从该部分出发 利克似乎会长期受到两支队伍的关注 确实让人很好奇未来会发生什么 于是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进入视频的最后一个内容 万恶之源利克的神秘挂罪 这个东西在PB刚开始出现 大家没有任何反应 直到2月27号阻止DLC情报公布 观众们才发现一个震惊的细节 这利克持有挂罪上的标志 不就是DLC第二代的传统宝可梦吗 第一集末尾当利克和星月苗发动了信仰之月 遭到苍延认鬼的精神切割攻击时 挂罪忽然发出强烈闪光 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结晶防护罩保护了利克 刹那间他面前出现了一只神秘的宝可梦 直接印证了之前大家的猜想 即DLC登场那只 哦标准的主角开局御神兽是吧 也就是说这只宝可梦似乎是 技术在利克的挂罪中 具有极微神秘的力量 可惜当前剧情对这挂罪的来历没有太多琢磨 我们仅知道是利克从某个老婆婆手里得到 同时由于DLC未解锁 我们也无法结合游序设定去分析 仅知道它和第九世代的新系统太金化相关 故这部分是新动画最具谜团的内容 毋庸置疑 利克的挂罪必然是未来宝可梦动画的一项关键主线剧情 至于它会不会和帕迪亚的地灵区太金化产生联系 既然引出朱子末尾扣人心弦的情节 哦那就看制作组后续的发挥了 以上关于宝可梦新动画的讲解和分析到此为止 第一集登场的是利克 另一位男主罗伊好像要过两周再出来 暂时不知道他的形象如何 现在开场看起来 新动画总体大方向还行 尤其是甩开小之后 故事脉络突破了过去传统加入原创剧情 开局就安排两帮人抢主角的情节特别有意思 使难以预测后面会发生什么 这些创新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当然缺点是部分细节方面表现有点降致 不过也在接受范围内算不得差 最后也认为提一提我自己的一个疑虑 新动画利克和罗伊的冒险 感觉很像是复刻旅途的老路要搞个环球旅游 完全脱离了原本猪子的故事主线 那么问题就回到我以前曾经提出过的剧情零散 人物在各个地区左右横跳 剧情可能会缺乏关联 而且我个人实际上不太喜欢环球旅行 我个人更希望利克和罗伊能夺取帕迪亚娃娃 安排更多的9代新宝可梦登场 比如海豚侠 赛富豪 赤猴霸 米粒龙等 包括一系列悖论宝可梦 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值得出场 如果动画将它们跳过实在是太可惜了 总之千万语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希望制作组织能突破过去剧情上的约束得到创新 为观众们描绘出一个美好的宝可梦世界 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未知的宝可梦世界 我是Nature 一个普通的宝可梦爱好者 本视频主要是针对新动画地平线的一些讲解和分析 也欢迎大家发表看法一起讨论 在此十分感谢宝可梦迷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